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结束台湾访问行程 北京怨气发泄还没结束 经济制裁网路攻击军演恫吓一波接着一波 隔离中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安团队讨论印太和乌克兰的局势 关切台海局势G7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对中国近期的威胁行动表达关切 特别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 将造成不必要的紧张情势升高 呼吁中国不要以武力片面改变区域现状 以和平手段解决两岸分歧 并且强调G7成员的一中政策 以及基本对台立场都没有改变 美国海军研究所引述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消息指出 到星期三上午之前 区域内的美军军舰并没有和解放军有任何不安全或不专业的相遇 而雷根号航舰和地离玻璃号两栖突击舰在台海附近 是因应培洛西访台期间大陆采取军事反应的应变计划 英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TVBS 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和正式对美方提出抗议的大陆副外交部长会面 伯恩斯重申美国不会让情势升级 也准备好和中国一起防止紧张情势加剧 而参院外交委员会原定在今天要审理台湾政策法案 但临时宣布主席梅南德兹要处理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议案的辩论 必须推迟审议 在台海情势紧绷的这个时候 台湾政策法案的延迟和避免过度刺激北京 进一步升高情势恐怕脱不了关系 TVBS新闻尼家辉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